鞋子也失了 但是我剛剛早上從南投趕過來 我們為什麼要排除千辛萬苦趕過來 因為我們就是要拒絕紅色媒體 對不對 我剛才聽到林隆基先生在講話的時候 我很辛苦 因為我跟他看過幾個月面 這個賣書的人 他在賣書 他是一個拍書店的人 結果搞到最後 他變成觸犯了這個中國的刑法 然後要被判刑 這樣有道理嗎 沒有 這實在是太坦白了 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說這個紅色媒體 兩百萬人上街 結果他沒有看到你可以接受嗎 兩百萬人不是一個人 不是兩個人 不是三的人 是兩百萬人 所以我說這種叫做紅色媒體 這種叫做真笑的媒體對不對 對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